好 现在我来试看看假如换一高速的话 它会被掉下来 哈喽大家好我是Wii 今天我要来开箱实测这个 小米机器人一锡 这个小米机器人它有添加一个吸引的功能 它不只可以扫地而且它可以抹地 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它可以scan完你这个家 然后它确保你的家里每一个角落都是很干净 这样它就会节省了很多很多时间咯 它的价格我觉得其实还蛮实惠的 现在我来测试这个机器 Let's go 现在我已经set up 了在一个角落 我可以按这个button 给它start 也是可以用电话的apps 我可以按start 它就会开始吸参了 它就会开始吸参了 OK 只要到我装到到夺子 它就会转进去 它就会转进去 它可以去到櫥下面那种缝隙啊 平常我们不会少到的地方 ok 假如是Wire的话就要收好了 因为它会卡到Wire 这个就是它的floor plan 它会scan完这个夹 然后你可以看到哪个地方它没有收到 然后这个就是它插进的地方 ok 这个就是它里面的功能 假如是silent的话就没有这么吵 最高是可以trap turbo 它的吸力就会比较强 for吸尘 可是假如是water level的话 就是low就是出水量就最少了 for marty high的话它的出水量就越多 ok 现在已经是吸完地了 现在我们来test看看它的marty功能 假如要marty的话你就按这两边 这边是加水 接下来我们来试看它的marty功能 这个加水的话是开这边 然后倒进个洞 这个水还有一点也可以 好了就关了 然后记得不要放肥胀水在里面 或者marty水 因为它会阻塞里面的水管 假如这个饮料倒在地上的话 我们试看看 看这个爪米机器人看会不会抹到干净 现在我来试看看 假如翻倒出的话它也被掉下来 测试了这个实验 所以这个小米机器人是不会掉下来的 因为啊前面是有个sensor 现在我们就来测试看这个饼干 所以看它的表现如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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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可以吸完了 而且很干净 overall 我觉得这个小米机器人是很好用的 第一 它是可以吸到很小很小的灰尘咯 第二 你可以set早上7点和晚上7点都可以 就给它做工咯 它就自动去吸尘呢 它会自己回去查尽了区域 第三类就是 第三是什么 第三类最重要就是还可以扫地和抹地咯 这样你就不需要多一个拱去抹地 再来就是讲它的坏处啦 就是假如你要给它来使用的话 你一定要把你的cable啊 wire啊那些收好来 因为它最大的敌人我觉得就是那个cable 因为它也卡到它的轮上 假如你喜欢的影片的话 你可以subscribe like 跟follow with us 跟follow with us 经过多次人结后 跟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个影片见 看